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前面那个criminal case drop 以后 我们的我们单位也就是商业部 他还是仍然解雇了我 我呢就是说 file 了一个claim 也就是告商业部他们就是 wrongful termination 我特别高兴地告诉大家 今年4月23号 就是这个MSPB的judge issue了court decision 那个他就是决定了 那个我他们就是解雇我是错误的 那个judge order了 这个商业部恢复我的职位 而且呢要就是 就是付我的back pay 就是说以前的那个loss salary 而且呢还有加上benefit 所以呢这个是我在听到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高兴的事 因为这个judge他 还明确地说明 就是我这个事发生的是因为 misconduct 就是在不同的level 就是很多层次 在这个政府部门 他们misshandling my case 而且呢他说我是victim of growth injustice 这个在这130页的这个judge decision里边 他说得非常清楚 totally cleared my name 而且呢他那个他要求 我就是立刻恢复我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胜利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跟很多朋友已经提到过了 现在在提到Sherry Chen的case以后 我根本不是想到这是我一个人的 因为我得到了社区 所有这么多的人的支持和帮助 我才能坚持下来这么多年 而且那面对着两个特别强大 powerful的government agency 一个是department of commerce 一个是department of justice 我作为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平 就是自己一个ordinary citizen 确实是非常困难 要没有大家的支持 这个大家的正义感 就是觉得我这个是冤枉的 然后帮着我支持 就是支持我这么多年 对我的支持 我一个人是绝对不可以坚持下来的 所以呢我就想通过这个机会吧 表示我的对大家的深切的感谢 特别特别的感谢大家 对我这么多年的支持 就是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但是呢他们愿意站出来帮助我 因为他们知道 我这case也连着不但是我 而且是不但是咱们这一代 而且是今后这一代 就是你就说第一 我们的政府是应该是保护公民 而不是说来那个就是给他们造成这种 特就是这么大的那个受的这个 就我受的整个这个在这个多少年 这些这么大的身心的伤害 还有我的事业和我的名誉上的损失 这全是真是一个作为一般的人都不能就是能够忍受 我不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悲剧 再发生在任何其他无辜的人身上 特别是不要给下一代的 我们下一代人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 我也希望大家呢 通过我这个例子呢 也应该知道呢 也应该相信咱们的司法系统吧 应该站出来哈 他那个来维护我们的 civil rights 这都是我们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而且呢应该那个就是 这不管是你是移民 还是在美国出生的 这个维护这个公民权利都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都应该发生 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个观点和那个看法哈 所以呢我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因为这是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通过大家努力呢 能使我们在美国这个片国土土地上哈 美丽的这个国土上 应该都能很好的生存 都应该幸福的生存 只有通过我们的努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通过我这个事呢 能够看到光明 就是说这个事 还是最后 我这到现在 就这个 legal system还是work了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希望 就是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丧失信心 应该还都站起了发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